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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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选为世界级的自然遗产 绝对是我们体验雨林的最佳地点 不过 木鲁这么大 爱怎么玩呢 让我以我带路 带大家体验玩家级的热血雨林 攀爬世界登山客 都要挑战的危险石林 还要寻找重音里的幽灵族群 别担心 如果你的心脏不够强 木鲁也有轻松的行程 让你暖身 你可以惬意地漫步在雨林里 甚至还能像超人一样 穿梭在雨林的空中 大人到雨林探险 都是走在泥土上 仰望着雨林 告诉你 这次我要向杨过赵武记 穿梭在雨林的空中 跟你讲 这地方所有人都能来 只要我能飞 你也能飞 你以为要钓钢丝吗 No 木鲁有更安全的方式让你飞 贴心的木鲁 在树顶搭了一座世界最长的吊桥 让游客可以体验在雨林空中 腾云驾舞的感觉 只不过我都还没飞 老天爷你怎么就突然变脸 硬是给我来了一个下巴威 旺盛的热带气流 加上靠山的地势 但木鲁的天气总是阴气不定 唉 贸然前进太危险了 吊桥也暂时封闭 还好有一些小昆虫陪我们夺鱼节闷 就耐心等一等吧 阿哥 这有麻烦注意什么 走这时候你不可以左右走 一定走一次走 所以呢你才不必要 那样看啊 这个板子 它其实大概才三四十公分而已 那个 这条吊桥一次可以走多少人 一次可以走八个人 八个人是不是 好啦 那我们就大家 有点距离这样走咯 好 这区域往下看大概是十公尺而已 其实不是没什么好怕的啦 因为它这个围的也算蛮高的 就只是说你不要不小心滑倒就好 后面有人在惨叫啦 你怎么做我就会怕 不是 你脚不要两边走 你真的要走中间直线 现在两边 对 是 过去 实际上 而且它下面还要三只帮子 树袋啦 这里有点要撑得住吗 我们全部人这样上来的时候 重量其实不轻了 哎呀 这个很好玩耶 这个第一段它其实不高 其实就是不会高 这个第一段我们用我们上 对 因为它有点是往上爬坡的 所以这样的话后面会多高呢 后面有的最高就是三四公尺高 平常我们真的进雨林 就只是走在那个地面上 谁有机会来到这个树冠城 这个上面观察上面的环境啊 仔细一闻 雨后的森林漫着一股清新的香味 在吊桥上可以轻松地感受大自然 它虽然容易清静 但是怕高的 有心脏病的 千万不要勉强 因为吊桥可是高达三四十公尺耶 导游阿和笑说 想上来还得久策咧 除了让游客体验之外 利用简单的丛容 树林吊桥也是自然学家 研究生态的好方法 唉 好可惜 刚刚的雨太大了 动物们都还躲着没出门 一直都没看到 为了补偿我们 阿和笑要带我到他的私房景点 看世界奇观 哇哦 这上面这么大哦 而且风景好好哦 看来都是云雾缭绕的 可以看到那好像是石灰岩地形的山耶 刚刚说上来之后可以看到蝙蝠出洞 那个画面是不是 就是了 它从哪个方向出来 它从这个方向出来 山那边吗 那个就是 路洞就是在那边 哦 那数量很多吗 数量很多 差不多 整五百万只 五百 五百万只同时出来 但是 出来一下 不容易有一条线 看看